东汉曾经强大至极 为何后来却会忽然衰落 提到东汉的衰落啊 这局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黄金起义和董卓入京 导致东汉朝堂力量迅速衰落 群凶并起 所以最后东汉就亡了 这个看法呢 他既对又不对 如果从三国演义的角度来看啊 这个看法确实是对的 但是如果从东汉整体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这黄金起义和董卓入京 其实都是结果 而不是过程 这两个事 其实是导致东汉崩溃的导火索 但是真正堆出这个火药桶的 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如果从东汉整体历史的角度来看啊 这东汉整个衰落过程 其实可以分成六个阶段 而这六个阶段呢 最初其实是要从东汉汉环帝在位时期开始的 这第一个阶段呢 叫做打破政治平衡 在整个东汉中期的历史上 这东汉其实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很特殊的权力平衡 在汉朝中央 这外戚宦官和士族 三股力量相互平衡 而在汉朝地方呢 这各地的世家豪强 虽然在当地拥有绝对的坏权 但是同样也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正是这两种平衡 保持住了东汉皇权的稳定 所以在东汉中后期 尽管多次出现了小皇帝 甚至是婴儿皇帝继位 然后外戚一家独大的情况 但是结果呢 因为这种平衡 这小皇帝长大之后 总是能夺回大权 重新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平衡 在东汉的历史上 这汉河帝 汉顺帝和汉桓帝 登基之初 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到了汉桓帝时代呢 有两件事的发生 却打破了这个权力平衡 一个事呢 叫做梁州军事集团的崛起 另外一个事呢 叫做党固之祸 先说这梁州军事集团的崛起啊 在汉桓帝在位后期 这汉桓帝为了彻底解决 常年作乱的西枪 决定开始大规模对枪作战 但是在以往 东汉前期和中期的历史上 在前线领兵的 一般都是出自那几个顶级大家族的人 比如说马家 梗家 斗家 锅家 但是到了汉桓帝时代呢 汉桓帝为了改变这些家族 过于失大的局面 所以就不愿意再用这些家族的人 于是最后呢 这汉桓帝又启用了 以梁州三名为首的一些将领 客观来说啊 这帮被汉桓帝启用的将领 确实很能打 而且因为他们不是以往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打西枪的时候 也是格外的努力 最后也确实是把西枪给灭了 但是同时呢 这也导致整个梁州派系的武将迅速崛起 尽管最开始的时候啊 这些梁州派系的武将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团体 甚至说像梁州三名内部的断炯和张焕 它有可能还是政敌 可是总体上来说呢 这些梁州派系武将的崛起 还是打破了这东汉的军事力量平衡 在之前的时代 东汉都是从全国征兵 那些地方上的世家豪强呢 每一个都平均拥有一个对军队的影响力 但是梁州派武将学习之后呢 他们在军队这个领域 迅速压到了其他所有的传统世家豪强 因为他们在边境 手里有更多的嫡系军队 而再之后呢 这帮梁州派的武将 为了谋求自身的政治地位 就开始不断抱团 而这种抱团之后呢 最后选出来的代表人 就是后来开启乱世的东卓 总之呢 这汉环帝打西枪 虽然确实暂时解决了枪族的袭扰 但是却意外打破了东汉原有的军事力量的平衡 导致了梁州军事集团迅速崛起 然后呢 就是党故之祸 在汉环帝在位默契的时候 以陈藩为首的一些士族 忽然就对当时的政治结构很不满 这帮士族就认为 这朝政应该是完全由他们来说了算的 而接下来 这帮士族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也确实是开始行动了起来 在他们的干预之下 这汉环帝在人生默契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第二位皇后邓蒙女 后来又立豆庙做了第三位皇后 同时扶持豆家做了新的外戚 通过扶持豆家 这士族集团第一次和外籍集团联手 开始准备解决接下来的宦官集团 但是接下来 就在士族集团刚刚开始对宦官们施压的时候 这汉环帝却察觉到了异样 随后逮捕了上百位大臣 说他们结党营私 但是最后呢 因为汉环帝寿命不长 在这次逮捕之后 不到一年 这汉环帝就不得不释放了他们 那再之后 汉环帝就病逝了 而汉环帝病逝之后 这士族又开始和豆家这个外戚家族联手 用于了汉环帝 同时呢 他们又开始积极行动了起来 准备诛杀领头的几个宦官 彻底解决宦官集团 但是结果呢 在清理宦官集团的时候 这士族和外戚内部 产生了严重的异见冲突 以陈藩为首的一群人 主张把宦官全都斩尽杀绝 而以太后豆妙为首的一群人呢 却只是想清理掉那些有威胁的宦官 同时在用一批自己觉得不错的宦官 就是在这样的拉扯当中 最后这消息被透露了出去 而接下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这宦官集团开始迅速反扑 他们直接打着汉环帝的名义 迅速调动军队 把豆家这个外戚集团 以及以和陈藩为首的高层士族 全都干掉了 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汉环帝继位之后呢 他不得不高度依赖宦官们 如果没有宦官们的支持啊 这士族随时有可能会架空他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后来汉环帝 才会说出宦官是我爸妈的话 就这样 因为这场党固之祸 这汉朝高层三方制衡的平衡 也被打破了 那接下来到了汉陵帝 汉少帝和汉县帝的时代 再也无法恢复这种平衡了 总之呢 这打西枪扰乱了地方的军事平衡 党固之祸打乱了高层的权力平衡 这两个平衡被打破之后 这东汉就开始迅速滑向了灭亡的深渊了 那再之后就是第二阶段 这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士族插手军权 这汉陵帝登基之后 面对之前汉还帝时代搞出来的问题 其实也很头疼 而且面对被打破的平衡 他其实也想重新恢复 所以接下来 为了恢复平衡 这汉陵帝其实也做了几件事 比如说重用宦官削弱外戚势力 开启第二次党固之祸 简单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汉陵帝想要重新恢复平衡 但是他却并不打算恢复以往那种 外戚宦官士族三族鼎立的状态 他想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平衡 也就是皇帝领导宦官 外戚和士族 为了形成这种新的平衡 这汉陵帝继位之初 首先重用了石长氏 重用了自己信任的宦官 同时这汉陵帝后来又以巫谷为名 废了自己的第一任皇后宋氏 此后改立出身 屠户家庭的和氏 做了新皇后 在汉陵帝看来 这和家出身底层 没有任何家族影响力 那这样的和家 就算是成为了外戚 他也很难成为有强大影响力的强势外戚 而对于那些士族 这汉陵帝同样也没放过 这汉陵帝大肆逮捕和监禁那些士族大臣 搞得士族人人自卫 那面对这样的局面 这士族这边自然也是不甘被打击的 于是接下来 这很多士族高层的领袖 开始纷纷接触地方将领 开始扶持和插手地方军事力量 这无疑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在之前的历史上 这东汉的士族集团 或者说东汉的文官集团 一直没有任何军权 他们的手里只有行政权 所以在之前的历史上 东汉的士族官员们 只能通过自己的行政权 去进行政治斗争 他不可能将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但是接下来 随着士族们开始尝试插手军权 这局面开始进一步失控了 而接下来 到了汉陵地在位后期的时候 东汉的崩溃 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这第三个阶段 就是黄金起义 公元184年 以张教为首的太平道 忽然接干而起 发动了起义 从这个时候开始 历史又进入了大家熟悉的 三国开篇阶段了 不过和很多人的传统印象不一样 这历史上真实的黄金起义 其实仅仅只闹了不到八个月左右 就被直接镇压了 公元184年2月 张教在冀州一带起誓 八月张教就病逝了 而张教病逝之后 仅仅只过了不到两个月 这黄金军的主力 就被彻底镇压了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 这黄金起义持续的时间 其实远没有后来的黄朝起义 或者说太平天国起义的时间长 黄朝后来闹了七年 太平天国呢 则是闹了14年 所以黄金起义本身 其实并没有对东汉的整体国力 造成太大的损失 但是同时 这场仅仅持续了八个月的起义 却依然造成了一个 足以推翻东汉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呢 就是东汉的地方士族 开始逐渐拥有兵权了 为了能够迅速镇压黄金起义 这汉陵帝之前不得不下旨 允许各地官府和地方豪强家族 自行目击军队 抵抗黄金军 而等到黄金军被镇压下去之后呢 这起义军虽然是没了 但是这些以地方士族为核心的军队 依然还是存在的 而且军队这种东西 它组件容易 这削减可又哪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这东汉各地的豪强士族 几乎都开始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 这就被接下来的大乱世 埋下了一个伏笔 除此之外呢 在各地豪强开始崛起之后 这东汉其实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两个事 无疑加速了东汉军事力量的失控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西元军的设立 为了解决地方豪强事大的问题 这汉陵帝其实也是做过很多努力的 汉陵帝其实一直都很清楚 想要削减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 首先你得有一支 自己可以完全指挥 不受其他任何力量影响的军队 于是后来呢 这汉陵帝在京城周围的西元 目击壮丁 组成了一支西元军 这支西元军呢 直接由汉陵帝的心腹宦官 简朔来控制 然后这简朔下边 他又管了几个年轻的校尾 直接控制了这支军队 在这几个年轻的校尾里边 有两个名字 后来我们特别熟悉 有一个叫袁绍 另外一个叫曹操 另一个事呢 则是梁州怕乱 尽管当年这梁州三名打残了西枪 暂时算是解决了西枪的袭扰 但是同时 那些内迁的枪组 以及迅速崛起的梁州军事集团 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大雷 所以等到黄金起义闹起来之后 没过多久 这梁州这边的很多军阀 也开始就地骑兵造反 在这些骑兵的军阀里边 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名字 可能就是韩隋 在三国演义里边 这个名字曾经多次被提到过 而实际上呢 这个名字在东汉末期的证实上 其实是影响极大的 和那些被迅速镇压的黄金军相比 这些梁州军阀的起兵 显然更跑对付 后来汉领帝虽然第一时间 派军队想要前去镇压 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后来一直到天下彻底大乱 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解决梁州问题 总之到了第三阶段 因为黄金起义和梁州之乱 东汉京城这边 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了 很多地方上的世家豪强 开始纷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组建自己的部局和军队 开始逐渐走向了独立 但是同时呢 这事情发现到这里啊 情况依然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 因为至少到了这个时候 汉朝中央还是控制了 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同时掌握了基本的国家机器 如果这汉陵地是一个流秀级别的明军 此后花个十几年时间 四处带兵 平平叛乱 其实还是有机会延长东汉的国座的 但是结果呢 公元189年 就在梁州那边刚刚到大的时候 这汉陵地忽然就驾崩了 汉陵地的突然去世啊 无疑彻底让局面无法收拾了 所以接下来 东汉的崩溃又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 这第四阶段呢 就是董卓入京 接下来的剧情呢 因为三国演义的缘故 大家都比较熟了 那在汉陵地去世之后 他的那位和皇后变成了和太后 开始出来临朝称治 然后这和皇后所生的流变 当上了皇帝 这就是汉少帝 那再之后呢 士族这边的元少 就企图联合和皇后的哥哥合进 直接武力除掉宦官 但是对于这个行动呢 这和太后却并不支持 很多人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啊 都曾经对这段剧情很不理解 大家不明白 为啥和皇后不支持自己的哥哥 需要相信那些宦官 这如果只看三国 确实是不太好理解这边的逻辑 但如果我们看过了之前东汉的这段历史 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这和太后 此时作为太后 他最想做的 其实是稳住局面 而且要保持住平衡 就必须得留下宦官 否则的话呢 如果任由和进和元少诛杀宦官 那么接下来 这和进和元少就会彻底掌握所有的权力 到时候就连他这个太后 接下来都会成为了一个摆设了 而就在双方拉扯期间呢 因为之前的西渊军大多是由宦官来控制的 这和进和元少在京城这边能指挥的军队有限 所以接下来 他们就开始从外边调兵入京 在这些被调入京城的军队里边呢 这带头的就是东桌 然后呢 因为双方互相拉扯的关系 这宦官们逐渐知道了这个消息 于是接下来 这宦官们首先下手 趁着和进入宫 直接在宫里边刺杀了和进 但是和进被刺杀之后呢 这元少又很快得知了消息 所以他又很快带着自己的人寿 入宫去干掉了宦官 于是在那一晚 整个洛阳京城内就彻底乱成了一锅粥了 而在这个乱局当中呢 就有宦官挟持汉少帝 跑到了京城外边的盲山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董卓到了 那再之后 这董卓又带着军队 挟持汉少帝进了京城 而董卓入京之后呢 自然就很快接管了京城的守卫 差是成为了头号权臣 在董卓之前啊 这东汉京城这边 这宦官士族和外戏 他们都曾经轮流掌握过大权 但是从始至终呢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武将 能够直接杀到京城 哪怕当年梁州三明当中 最能打的段军 后来入京之后 也得和宦官们联手 这才能勉强坐稳位置 但是董卓的入京呢 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切 从这一刻开始 这东汉全国彻底失控了 于是接下来呢 这历史又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就叫做董卓之乱 在董卓入京之后 接下来的剧情啊 大家自然是很熟悉了 但是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 三观眼里边并没有明确说明 这个事就是董卓到底是如何控制京城的 作为一个地方军阀 这董卓入京的时候 带的军队其实并不多 所以接下来这董卓入京之后 都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华丽的操作 这才控制住了局面 那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 董卓先是诛杀了宦官集团 然后撤乱除掉了和下 同时呢 这董卓又开始极力招揽士族集团 在他的操作之下 这很多士族集团的名人都被提拔了起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这董卓入京之初 对于士族集团 展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和妥协 甚至于对那个拿剑纸 他的袁绍 董卓都没有追究 反倒是给了对方一个探手的职位 同时呢 这董卓还以皇帝的名义下令 征召那些在地方上的士族领袖 入京和他共赴汉士 客观来说啊 董卓的这一波示好 其实是非常管用的 尽管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这董卓不可能是真心想要扶持汉士的 很多人都更是将董卓视为乱臣贼子 但是董卓的这番操作呢 却让他们误判了一个情况 他们觉得 这董卓还是愿意在已有的政治规则下 继续和他们进行斗争 正是因为这个误判啊 接下来 一大堆士族当中的代表人物 都选择回到了京城 比如说黄甫松 卢植 朱骏 黄丸等人 当时都在士族当中拥有巨大的威望 但是结果呢 他们无一例外 全部选择返回了洛阳 这个结果 其实特别重要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 这后来关东诸侯联合陶董的时候呢 是袁绍做了盟主 这很多人读这段剧情的时候呢 其实都曾经好奇过一个问题 这为啥联军要让年轻的袁绍去做盟主呢 那些年龄更大的名士 他们去了哪里 如果说这袁绍是凭着四十三公的身份做了盟主 那袁家的长辈 为啥不出来做这个盟主呢 答案其实就在这里 因为在关东联军起兵之前 那些有威望的士族领袖 他们基本上都被董卓给叫回京城了 就比如说黄婉 他是那个山枕温亲的皇乡的曾孙 人家的家世 那也是丝毫不逊色于袁绍的 而且当年他还曾经和陈凡一起战斗过 人家才是真正的士族领袖 如果这黄婉不回京城 那盟主这个位置注定只能是他的 根本就轮不到袁绍 但是可惜的是 当时因为董卓操作太好了 导致所有的士族领袖 几乎都误判了局势 包括元家的那些长伴 也都误判了形势 他们全都返回了京城 而在回到京城之后呢 那他们自然就只能任由董卓拿捏了 再之后 这董卓见到自己已经彻底控制住了局面 终于开始露出了自己的疗牙 此后不久 这董卓就废了汉少帝 改为用力留邪做了皇帝 这就是汉县帝 这董卓的轻易废帝 标志之前东汉所有的政治规则 至此已经彻底失效了 到了这个阶段 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 于是接下来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董卓之死 在董卓废地之后 这关东地区的地方豪祥和官员 很快就开始起兵 大家联合起来讨伐董卓 而董卓为了控制住局面呢 则是直接带着整个东汉的中央政府 从洛阳前往了长安 那再之后 联军这边因为袁绍阵不住场子嘛 再加上大家都是心怀鬼胎 所以很快联军就崩溃了 而且接下来 大家开始纷纷割据自立 东汉开始彻底分崩离析 而长安这边呢 后来则是发生了著名的刺杀董卓事件 那三国演义里边 那这段故事是比较精彩的 大家都比较熟悉 主要就是王远利用貂蝉 拉拢了吕布 然后刺杀了董卓 但是在正史上 其实并没有貂蝉这个人 而且真实情况 其实也远比三国演义里边 说的更加复杂 简单来说呢 这个局其实是由王远和黄婉 等士族领袖 共同策划的 他并不是王远一个人就能搞定的 而随着董卓被刺杀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 长安这边就暂时由王远等士族大臣 联手控制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这王远其实本来是可以成为 那个扭转乾坤的人的 尽管当时东汉已经彻底分崩离析了 但是至少东汉中央的手里 还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而且独占整个关中 如果说这当时的天下 已经彻底分崩离析了 那到了这个阶段 东汉中央其实才是最强的割据枭雄 如果王远能够利用好所有的力量 其实是有机会逐渐平定各地的 但是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刻 王远玩脱了 在董卓被刺身亡之后呢 这王远在处理董卓余部的时候 没有下定决心 而且呢 当时外边很快就传出了消息 说王远是想把所有董卓麾下的士兵 全部出自 所以接下来 董卓麾下的西梁军 直接就开始杀将了京城 去找王远拼命去了 而最终以李爵和郭四为首的西梁军 则是轻易打进了京城 而吕布这边呢 仅仅只带着一些亲随逃离了京城 而以王远为首的一些士族大臣呢 则是全部被干掉了 至此 东汉中央手里的军事力量 已彻底折损殆尽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东汉京城这边呢 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反杀群雄了 所以严格来说的话呢 这董卓虽然是一个乱臣贼子 但是他在世的时候 东汉中央其实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可是他被刺杀之后呢 在东汉中央反倒是彻底衰落了 而随着董卓被刺杀 接下来东汉的衰落 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 就是汉县帝被曹操挟持 这段故事的剧情 大家就更熟了 在西梁军的混乱当中 没有人去管汉县帝和那些朝臣们的死活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曹操挺身而出 带着军队接走了汉县帝 但是结果呢 这曹操也没有什么好心思 他之所以接走了汉县帝 主要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随着汉县帝被曹操接走 此后汉县帝就只能做一个傀儡了 那再之后的剧情 就是群雄混战 然后未属无三国 逐渐开国的故事 因为三国演义太有名了 这段剧情 大家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了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 其实在被曹操挟持期间 这历史其实还是给了汉县帝三次机会 去反杀曹操的 而这三次机会呢 分别是一代绕事件 扶皇后之死 以及耿记启事 公元199年 当时刚刚年满18岁的汉县帝 面对曹操的强势 第一次有了想要刺杀曹操 重掌大权的念头 而且当时的袁绍呢 已经统计了北方四周 这关渡之战即将开打 曹操的个人压力极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汉县帝悄悄通过一代照 让自己宠爱的董贵人的父亲董成 去联系下边的大臣 准备直接刺杀曹操 这董成其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人物 他既是汉县帝宠妃的父亲 同时又是车骑将军 属于是当时汉县帝身边 唯一长兵的人 而且呢 这董成还是汉县帝奶奶的侄子 所以从亲戚观上来说呢 这汉县帝 其实还得管董成就不要输 但是结果呢 这次一代照事件 最后以失败而高中了 而且以董成为首的一群人 也被曹操直接干掉了 如果当时的汉县帝 能够再折服一段时间 等到曹操去和袁绍对峙的时候 再忽然从背后发难 原本是有成功机会的 而下一次机会呢 则是服皇后之死 在董成被杀之后 这汉县帝唯一能够依靠的人 就只剩下了自己的皇后 服侍 以及他身后的服侠 尽管服侠和汉县帝的血缘关系 并不像董成那样近 但是服侠人家也是有加劲的 这服侠是典型的文化世纪 他家世代都是皇帝老师 而且呢 这位服皇后的父亲 还是汉皇帝的大女婿 所以呢 尽管这服侠当时没有任何兵权 但是如果他们家愿意啊 凭借他们家的威望 他们家也是可以为汉县帝 争取到一定的筹码的 至少呢 当时在汉县帝周围 还是有一些心向汉士的大臣呢 但是结果呢 最后服侠怂了 尤其是在董家被杀光之后啊 这服侠更是完全不敢再针对曹操了 而汉县帝也没能说服 自己这个老丈人在支持自己 而且呢 就算服侠没敢再搞设想 依然还是没能逃过曹操的徒刀 后来呢 再去打汉中之战以前 曹操还是逼着汉县帝 废了服侠后 同时杀光了服侠满门 就这样 这服侠最后的机会 汉县帝也错过了 而最后一个机会 则是在公元218年 这一年就在曹操和刘备 打汉中之战 曹操亲自坐镇长安 黄中镇展夏侯渊的时候 有一个叫耿记的人 忽然站出来 带着自己的亲信 在许昌发动了政变 想要营救汉县帝 当时曹操远在长安 这许昌这边呢 汉县帝其实是有机会的 而耿记作为名门耿家之后 这手里其实也是有很多资源的 如果这汉县帝能够用好耿记 这种心向汉式的大臣 也是有机会决地翻盘的 当年在东汉稳定时期 这耿家号称是 东汉六大家族之一 这全是丝毫不遵涩于 那些顶级的外戚士家 但是讽刺的是呢 在整个东汉时期 这耿家是六大家族当中 唯一一个没有出过 掌权太后的顶级家族 而到了这个时候 其他的那几个外戚士家 没有任何一个站出来 敢于为汉县帝进行最后一搏 唯有耿家和耿记 敢于拼死一搏 但是结果呢 因为汉县帝手腕太差 再加上他事先也不知道这个事 所以最后这耿记很快就被镇压了 而且连带着耿家 也被完全清理干净了 到了这里 最后一批心向汉士 并且敢于为汉县帝牺牲的家族 也没了 客观来说啊 这三次机会 这汉县帝能够翻盘的机会 其实都不算大 但是如果汉县帝真能抓住所有的机会 把所有支持自己的人 都很好地利用起来 他其实还是有翻盘的可能的 但是结果呢 这三次机会 汉县帝全都失败了 所以最后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了 然后曹丕上台 直接逼迫汉县帝扇位 而随着汉县帝扇位呢 东汉就算是彻底亡了 这就是东汉衰亡的整个过程 这就是东汉县帝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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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东汉县帝扇位置